明镜需要您的支持 欢迎收看订阅明镜 明镜需要您的支持 欢迎收看订阅明镜 以及海内外的因素 今年在考量各种因素后 采取觉得最有利于台湾方面的做法 不过张文良还表示 虽然不会主动策动提案 但今年台当局除了会恰情所谓友邦在本次联大总辩论为台湾发声外 这些所谓友邦 驻联合国的常任代表 也将联名致函给联合国秘书长古特雷斯 他称 期望古特雷斯能充分了解台湾方面的诉求 依循联合国宪章宗旨处理所谓台湾参与联合国体系的问题 此外 张文良还提到 为了向海外明确传达台湾方面诉求 台外事部门主管李大为还特别为所谓的联合国推案撰写专文 强烈呼吁联合国不应将台湾拒于门外 台当局所谓驻瑞典代表处12号表示 在联大开议前夕 瑞典媒体 瑞典日报网络版今天刊登李大为专文 表示台湾能为永续发展做出更多贡献 呼吁联合国不要拒台湾于大门外 一副上窜下跳的样子 涂惹国际社会笑话 台风太厉逼近台湾 这也是赖清德上任以后第一个遇到的台风 就怕上回限电事件重演 赖清德在台风来前 特地视察台电 也让台电董事长朱文成笑说感到莫大的压力 赖清德在致辞时也不断提到815大停电事件 他认为是可以避免的 言下之意要台电绷紧神经 院长辅上任了 就立刻到台电公司给我们同仁莫大的精神的鼓舞 当然我们也感受到院长给我们的压力 台电董事长朱文成这句话让坐在一旁的赖清德尴尬的笑了笑 因为还真没有台行政机构负责人在台风前特地来视察台电 就怕重演和平电塔倒塌以及大停电意外 类似815的大停电或者一些意外造成的限电都要避免 随时做好沟通协调合作的工作 避免815事件再次发生 如果常常在限电偶尔给你一个停电 大家会失去信心 短短一段话提了好几次815大停电 赖清德紧盯台电安全问题 但是对于台湾缺电问题 赖清德同样被问到任内有没有可能重启核电 目前没有考虑 不管是在在生人员或是天然气发电或国力发电上面 能够按照进度逐步达到非核家园的目标 挑明所谓的非核家园目标不变 至于台电董事长朱文成即将退休 接任人选传出不是刚刚卸下台行政机构负职负责人的灵溪耀 就是台中游代理董事长杨维甫 董事长的人权还没有讨论 因为朱董事长其实表现不错 所以我们希望他在退休之余也能够持续帮忙 不谈人事只强调要确保用的安全 赖清德刚上手遇台风不敢大意如灵大敌 台行政机构发言人徐国勇12号晚间发出新闻稿表示 台行政机构决定明年全台军公教人员大于调升3% 当局约需支出180亿元新台币 台行政机构负责人赖清德期盼透过军公教人员加薪 带动企业为员工加薪 并且带动内需刺激经济景气成长 台行政机构人事行政总处今年7月曾表示 就相关经济指标及财政状况进行评估后 建议调薪必须慎重 最后由时任台行政机构负责人林权拍板定案 2018年军公教不调薪 但上周五赖清德行政团队改组上任后 将已送到台立法机构的2018年总预算书撤回调整内容 由赖清德拍板决定明年军公教人员加薪3% 对此全台公务人员协会理事长李莱希称 加薪3%并不够 应以近年民间调薪幅度7.2%作为参照 国民党籍明代曾明宗则是赞成赖清德的做法 称台湾公务人员已经有三四年没有加薪 加薪可以提振士气并带动民间企业加薪 但是基层公务员应该多加一点 毕竟他们的薪水比较少 有岛内分析称 包括一些工商界人士在讨论调高基本工资时都提出加薪 因此赖清德此举一方面是响应各界期待 同时也是安抚在年金改革中受伤的军公教缓和社会矛盾 好 接下来我们来看看台湾媒体今天还有哪些方面的观察和评论 我们来联系一下本台的驻台新闻观察员陈赫南 赫南 现在把时间交给你 好 紫乔 今天台湾所有媒体除了关注即将擦身而过的第18号台风太地之外 无一例外的都把焦点放来了台当局新任行政机构负责人赖清德上任后推出的第一项重大政策上 昨天晚间9点左右台当局突然对外宣布 岛内军公教人员明年度薪资将会调账3% 一时间引起多方热议 而就在昨天稍晚的时候 台行政机构还直接抛出了相关的信息 表示说有关明年度军公教人员薪资调账3%所需的180亿新台币的支出将不通过举债的方式来进行 台当局会通过开源以及截流等多元方式进行调整 也就是说台当局在赖清德上任之后将会在不举债的前提条件下给岛内军公教人员涨工资 同时赖清德更向岛内企业界呼吁 希望跟进军公教人员的涨薪为企业员工加薪 对此岛内企业界也在昨天晚间迅速的给出了积极的回应 其中工商协进会理事长林伯峰带头表示 企业将会跟进 而且预估加薪的幅度会超过军公教人员的3% 至少会在5%以上 而台湾商业总会理事长赖正义则表示 其实岛内企业员工的基本工资已经是连续两年涨幅在5%了 反而是军公教人员的工资有6年没有动过了 这次才调账3%是有点少 如果能够更多点那就更好了 可以说对于赖清德抛出的这次军公教人员调薪政策 岛内几乎是赞生一片 但是这背后其实有很多的细节 我们稍稍来梳理一下 在2000年之后 台当局一共对于岛内工职人员 也就是这样子军公教这些以台当局的预算来发放薪资的人员的工资 调整过4次 每次都是加薪3% 时间点分别是2001年 2005年 2011年和这一次 其中有大环境经济因素 也有政治的考量 以2001年和2005年来看 这两个时间点都是民进党陈水扁当局上任后一年 那个时候 其实还是依然显得稚嫩的民进党 对于岛内的工职人员是小心且谨慎的 无不希望通过加薪的方式来增加岛内工职人员 对于民进党的好感度 那么加之 在2001年到2006年这个期间 岛内经济的发展较为平稳 所以在那个时候 加薪也就是一个顺理成章的事情 我们再来看2011年的那次条新 它是发生在2009年之后 以及是2012年选举之前 2009年岛内经济面对极大的考验 当时国民党马英九当局提出了提振经济消费券 全台湾2300万人 每人3600元 不要小看这3600元 总共858亿新台币放入到市场 迅速的对于岛内的内需经济起到了实质的拉升作用 当然 虽然在马英九时期 两岸关系是前所未有的正向发展 但是世界经济带来的压力 始终是台湾方面面对的大问题 所以在停滞了6年之后 那么一方面是马英九当局考虑到公务人员的工资 确实需要做阶段性的调整了 另一方面则是希望通过调整公务人员的工资 达到又一次消费券的刺激作用来提振经济 那么我们说到这一次 也就是宣布调整2018年度的薪资又是为什么呢 其实按照2001年2005年2011年这样的区间来看 外界对于在今年内宣布涨金其实有着一定的预期 但是在之前林权团队宣布减税之后 普遍认为减税恐怕是这一届台当局对于民众福利提升的主要方式 不曾想赖清德上任后就推动了公职人员的加薪 只是外界都在猜测这样的政策 究竟是蔡英文以及赖清德的共同决策 还是赖清德以行政首长的主动出击呢 岛内各界诸多猜测 好的 以上就是我今天在台北的一些关注和梳理 接下来把时间还给福州演播室 紫强 好的 谢谢河南 好 带您继续看新闻 近日有台湾媒体天下杂志 针对岛内的22名县市长施政民调进行了排名 结果显示前台南市长赖清德落居第七 连高雄市长陈菊排名也下滑 杂志分析是台当局的政策拖累地方县市长的民调 而反观蓝英施政的县市表现有起色 台制连江县拿下了冠军 南投县长林明珍也从去年的15名跃升第五 堪称最大的黑马 台湾媒体天下杂志7、8月调查显示 赖清德从前年的第一名落居到今年的第七 杂志分析认为 这跟赖清德接任台行政机构负责人前 地方传言不断有关 高雄市长陈菊也从稳居第三后退到第九名 而反观国民党施政县市越来越有起色 地方有没有真正进步 比我个人的满意度更重要 在名列前十名县市长的名单中 除了五党级傅昆起位居第二 蓝营的台制连江县是勇夺冠军 另外南投县长林明珍是从第15名一口气挤到了第五名 堪称大黑马 分析认为这与其立抗一例一休有关系 县长的行动力是影响到整个县路的团队 绿营方面是以首刃新秀表现最抢眼 新竹市长林志坚进步七名拿下第三 桃园市长郑文灿 嘉义县长张花冠也挤进前十 其余都下滑 我们的市府团队跟市议会合作 用这样的角度来推动建设 超越蓝绿的壁垒 绿营地方县市长民调下滑 媒体分析原因是出于台当局的施政政策 拖累县市长民调 因为蔡英文上任后 抗议声浪不断 不满意度已经上升到六成 顾立雄接任所谓台经管会主委以后 12号举办第一场记者会跟媒体见面 他在质词时表示自己是战战兢兢 似乎是一改在所谓党产会时的态度 不过被问到一些专业问题 像是电子支付规范等问题时 还是得靠身旁人帮忙缓家 外界质疑上任三天来 他都上过哪些金融课来增加专业度呢 欢迎主委 顾立雄以新身份 所谓台经管会主委现身和现场媒体 一一换过名片 以改在所谓党产会主委时 雷厉风行的态度 党产会就任之初 就说我战战兢兢 我现在换了一个形容词 叫城隍城空 那我再改回来 我也是战战兢兢好不好 连用好几个成语 表达自己有多紧张 但是才刚上任三天 悠悠卡董事长就下战帖 要顾立雄整顿 所谓金管会的官僚文化 我的立场都是 我们要非常的乐意 来协助悠悠卡 在这个 比如说他现在提到的 所谓线上职务 这个不过我们原则上 就要尽力能够促成了 那自己想起 他们双方的这个真正 我的原则就是 我们尽力协助促成 好不好 那我不晓得这个 银行区会补充 被问到店子支付 还是得请旁边专业的来 而顾立雄大张旗鼓说 要金融业去家族化 又要怎么执行 如何赏罚呢 给我一点时间好不好 我今天才上班 算是工作日第三天了 好不好 你这个 现在叫我回答这样的问题呢 我也必须坦诚跟你说 不只是我回答不出来吧 我看我们 被问到差点招架不住 顾立雄上任第一场记者会 还是得靠专业人士来救援 台湾媒体称 顾立雄跨足 零经验的金融圈 能否让外界放心 恐怕还需拿出实际作为 绿色节能环保低碳 这些词汇早已经成为变成时代的共识和常识了 尤其作为施政者 在制定政策时呢 必然要朝着这个方向而努力 不过据台湾媒体报道 现在蔡英文当局确实逆时代潮流而动 在全球发展清洁能源之时 倒回头去扩大燃煤使用量 烟囱排放出浓浓废剂 散发在空气中 让人看了直摇头 去年全台燃煤消耗量 来到2616万公吨 今年将更增加 预估会超过3000万公吨 正当全球都在挥别燃煤时代 台湾却是得退颅 燃煤的部分就占得很高了 然后就占了40% 这个成本大概在1块6到2块之间 煤电便宜供电 加上喊出的非核台湾 这背后付出的代价 就是碳排放各恶化 烟煤电厂会排放大量的 流氧化物 氮氧化物 核电产生的高阶核废料 到目前为止 我们仍还没有办法处理 对环境都有很重大的影响 供电吃紧却又废核 专家预估台湾燃煤使用量 在2020年会飙高到 年产量3300万公吨 每年排碳增加228亿公斤 应该要主动的把这个排放的标准 变得更严格 民众愿意负担稍微高一点点的电费 让我们的生活品质变得更好 煤电虽然可以解决供电吃紧问题 但也扩大排碳问题 像是台电新燃煤排碳系数约0.76 表示说每一度电会排出0.76公斤的碳 虽然比火力发电厂排碳系数0.9有所改善 但仍超过天然气机组排碳系数0.33至0.38许多 只是虽然呼吁用天然气发电替代 朝再生能源发展 但还是困难重重 像太阳能 我们就需要很大的土地 目前它的进度并不是很影响 燃煤供电成本低 但环保问题严重 如何从减碳和供电中抓到平衡 也得多做探讨 好 接下来是广告时间 我们休息一下 马上回来 欢迎回到由一带一路国际合作高峰论坛赞助单位 G20杭州峰会 金砖国家领导人厦门会晤指定产品农夫山泉赞助播出的海峡五报 我是紫桥 带你来关注国际方面的消息 据美国媒体当地时间9月12号报道 飓风爱尔玛已在美国导致12人死亡 这一数字有可能继续上升 美国媒体当地时间12号报道说 爱尔玛在佛罗里达州造成至少7人丧生 在佐治亚州造成至少3人死亡 在南卡罗莱纳州造成至少2人死亡 佛罗里达州电力照明公司12号表示 截至当天中午约有230万用户的供电已经恢复 但是仍有约440万用户处于断电状态 该公司预计 佛罗里达州东海岸将于17号前恢复电力供应 西海岸绝大部分地区将于22号前恢复供电 法国政府当地时间8月31号公布法国劳动法改革法令 引发法国民众的不满 当地时间的9月12号 法国全国各地民众纷纷就此举行罢工和抗议活动 12号当天 法国巴黎 马赛 尼斯等地的民众纷纷走上街头 举行大规模的罢工和抗议活动 反对法国总统马克龙的劳动法改革法令 部分地区的抗议民众还同警方爆发了冲突 据法国总工会介绍 该组织在法国全国发动了约4000场罢工和180场抗议活动 共有10万人响应 但是警方称实际参与人数远没有那么多 而且罢工对各地交通和公共服务的影响也有限 法国政府当地时间8月31号公布法国劳动法改革法令 此次劳动法改革的主旨是放火法国劳动市场 为中小企业用工提供便利 如此改革势必触动劳动者利益 对工会组织来说很难接受 好 接下来我们再通过一组简讯来快速了解一下国际方面的其他消息 经过两天的辩论后 当地时间9月12号 英国议会下院以326票支持290票反对的结果通过大废除法案 按议会立法程序 该议案将进入委员会审查阶段 其内容仍有可能通过修正案进行修改 当地舆论称 大废除法案是英国历史上意义最重大的法案之一 对英国最终脱离欧盟收回议会立法主权十分重要 大废除法案需由英国议会两院批准后才能够成为法律 沙特安全机构当地时间9月12号早晨宣布 该部门日前挫败一起由极端组织伊斯兰国策划 针对沙特国防部大楼的自杀式炸弹袭击阴谋 并逮捕了四名嫌疑人 据了解 嫌疑人在抵达沙特国防部大楼前被安全人员抓获 其中两人为沙特人 另两人为野门籍 嫌疑人的藏匿窝点位于沙特首都利亚德北部的一居民小区内 安全人员在搜查中起货爆炸装置和自制手雷等武器 当地时间10号 一艘悬挂有希腊国旗的游轮 在雅典以南的萨罗尼克湾发生沉船事故 船上载有2200吨燃油和370吨船用青柴油 游轮沉没后 船上运载的燃油开始泄漏进入海水中 并漂浮到附近的海岸 萨拉米斯岛沿岸岸多处可以看到黑色的油污 沿岸的海水上被一层厚厚的燃油所覆盖 污染带从事故发生地点连绵1.5公里 希腊海岸警卫队表示 已经派遣潜水员抵达事发地对船体进行密封 从而阻止燃油的进一步泄漏 东南卫视台海资讯带在微信平台开设了公众号 想要了解更多更丰富的连岸资讯 可以扫描我们屏幕下方的二维码 或者是微信搜索关注海峡新干线栏目 官方微信公众号 好 接下来又到了广告时间 休息一下 待会儿见 欢迎回到正在播出的海峡五报 我们继续来看新闻 英国当地时间本月的9号到10号 一个面向亚洲裔居民的婚庆展 在伦敦是火热举行 展会上 人们既能看到亚洲地区的婚庆的传统 也会一亏近期婚庆的潮流趋势 2011年的人口普查数据显示 有大约240万亚洲裔人士生活在英国 针对这个庞大的群体 伦敦会举行不同规模的婚庆展活动 本月9号到10号举办的这场展会 是其中规模最大的之一 从婚庆展现场来看 这次参展商们主要将目光瞄准南亚地区 比如华丽的黄金珠宝首饰 在传统的印度婚礼中 这都是新娘的标配 蛋糕等甜点是西式婚礼上的亮点 现在也出现在越来越多的南亚传统婚礼上 被人们接受和喜爱 本次展会呈现的新郎礼服主打复古风 精心制作的夹克 照衫和头饰 让身在异国他乡的男士们 也有机会在人生最重要的这一天 追根溯源 婚礼上最大的亮点是美丽的新娘 红色和金色是属于南亚新娘的颜色 但设计师改造的传统服饰 并在其中加入更多色彩和时尚元素 结合传统与潮流 满足新娘的爱美之心 好 今天节目到这就结束了 更多资讯 您还可以关注海峡新海线的官方微博 以及东南卫视的官方微信 我是紫乔 明天见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